大家好,我是李医师 实话说,胃是喇叭,肝是哑巴 肝脏还是解毒工厂,还被称为沉默的老婆 当人体感觉到肝脏不是的时候,就已经是大病,重病了 肝脏的养护要从日常生活做起 下面几种食物非常伤肝,要注意不要吃,少吃,或者控制使用的量 第一,酒 哪怕一滴酒也会直接散肝 一次醉酒就是一次即兴肝炎的过程 对不胜酒力的人群更是如此 第二,酒放不认的肝果 肝果放太久可能会产生一种散肝的物质,还取梅素 它是一种顽强性的毒素,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致癌物 暴晒和肝草都不能杀死它 而且要注意,还取梅素主要产生于坚果中 不容易被察觉,并不是发梅变味了才会有还取梅素 只要食物放久了就可能会出现 第三,炸鸡和腌肉 脑肉和炸鸡含有坏胆固醇 会让我们的血管产生斑块,造成狭窄或者堵塞 对肝脏、心脏和脑部都有不利的影响 第四,罐头 罐头中的防腐剂和添加剂呢,会对肝脏造成伤害 常见的防腐剂有本甲酸辣、三里酸甲、硫黄等 购买罐头时要注意 第五,甜食 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呢,会给肝脏带了负担 高糖饮食更容易诱发脂肪肝 那高糖饮食包括两种 一,甜味的糖 比如生加工食品中的高果糖,最好不要多吃 二,不甜的糖 比如米饭、馒头、面条等主食 我们以前也说过 它们在肝脏内经过复杂的转化会变成脂肪 吃过量了也会伤肝 91岁全国中医尿西咸 他推荐一个家用的养肝方 平时喝酒应酬比较多的人 还有呢,容易郁闷、生气的人可以喝一点 用法呢,准备单身食客、葛根食客 煮水喝即可 单身和葛根都可以日微循环 有助于增加血液供养 有利于消除呢,肝纤维化 注意,有出血倾向的人就不要喝了 好了,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李医师点赞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